今天这期视频是我们喝咖啡看世界 意大利的最后一站罗马 由于在罗马的时间比较短 于是我就联系了罗马当地的朋友 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 尽可能的多走一些地方 就这么大 可惜有天的脸地 因为我只在罗马待一天 所以说我就只能跟着一个朋友的路线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 我知道在意大利肯定喝不到手中咖啡 所以说我就带了手中咖啡 谢谢 一个是塞和平亚 一个是罗王拿的 你没有做手中的祭祝吗 我没有 你是不是不喝手中咖啡的 对 我都是会议室的 因为这里的酒吧 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 也是可以 但是我没有来 就这个酒吧 对 这是最传统的酒吧 大家加热一点泡 我觉得你呢 你不要咖啡咖啡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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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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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可以的 愛心 謝謝 蠻好喝的 是小哥有鏡頭感 對 不客氣 很甜 很甜嗎? 對 豆子也有關係 我們家打的不錯 好奇怪啊 我在這邊沒有喝到不好喝的 真的都好好喝 咖啡豆 辣玻璃的更好喝 因為辣玻璃的水比要更新進 它不是跟水比也有關係 跟螢幕也有關係 咖啡豆的價格上它也不在 打的人也是有關係 真不錯 哇 給它乾掉 乾掉 就這種很有味道啊 這種是比較傳統的 就是看到街上大部分是這樣子的 哇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比較設計感的 對吧 哇 這菜單一看就知道是這種好喝的 這邊有多麵包 這邊有多麵包 這個精品的咖啡的Esperso就是兩塊 在意大利能有福來外 真的是 這家你也經常來 對這家是我比較喜歡的 整個感覺我比較喜歡 然後他們麵包也很好吃 我就說會 回來的時候我就會打包一下 價格比超市會很好 比方說他那個法座 超市比如賣8嘛 嗯 但是他這裡是兩塊八 兩塊八 對 有錢真好 這裡面是巧克力 巧克力 對 他們家很好吃 好酥啊 對 嚐一下他的Fly White 我覺得做的跟國內的其實是差不多的 他們家咖啡我沒什麽感覺 我喜歡他們家的麵包 嗯 然後週六他們只開到下午3點半了 嗯 他這個牌子Alessi的 味道厲害 很漂亮 他那個是自來水的 不是就是自來水 嗯 味道如何 他這個很磁壯 所以說要加一個 嗯 所以說要加一個 嗯 他這個很磁壯 嗯 加了糖了之後味道是這麼多了 又一杯完了 這個音樂很歡快 他這個音樂很歡快 他這個音樂很歡快 這就是我的鄰居 啊 這就是我的鄰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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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哦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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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一招一招 一招一招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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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口子好可爱 你们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 我的天哪 我看他们有点眼泪散光 他这个店开多久了 很久很久了 很赚钱的这个店 这里的人也很好 有几个老客人看到 都认识是吧 这家店的披萨店老板也特别好 今天过来一趟 满满的回忆 这家店你看 他们的老板人很好 这边好漂亮 这些房子都很疲劳 那边的建筑好像比米兰的更好看 因为米兰深代化 米兰的那个建筑看起来 就灰灰的 上面这个大的砖 这个小狗子是一个比较安静的 你觉得像罗马和米兰 它有没有什么文化差异 你自己在这边生活这么久了 当时米兰我才去过一次 不太了解米兰那边 但是可能说历史方面的话 应该是罗马会比较 更悠久 米兰的话可能教育各方面会好一点 经济 对呀经济好呢 这家就是百年老店 就这个是吧 你看看他们的咖啡机 这个真的有100年吗 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 作为女生你都这个 啊你也点了呗 是啊 算了来来喝一下 哈哈 极限了 你尝一下 不好意思我刚才没尝出来 这是啥 这是什么呀 咖啥呢 我帮你不来 这个感觉还是蛮那个的 蛮特别的 对呀 就一杯 他们用的这个咖啡机 就是复古的 还有什么咖啡机 他们用的咖啡机 有趣的咖啡机 我们在那里 又是咖啡机 吃饭 吃饭 就是 那种咖啡机 吃饭 一口咖啡机 吃饭 吃饭 你看看 吃饭 来 来 Let's go 走呗 喝不动了 走下去 还可以去就是国人比较了解的两个咖啡馆 你可以去看一看 是在望省殿那个 金杯咖啡和羊角咖啡 这种的都是偏旅游景点的对吧 是的 来到意大利就可以留下来一点这个意大利的痕迹 卧卡湖看到了没 来了 这是允许的吧 因为我看别人都贴了 所以说我也贴了 大家不要说我好不好 大家 你看 跟我贴的 你们别说我好不好 到此一游 到此一游 这个小牛 看到了吧 这边都是卖吃的的 吃照照一个 没关系 不用收钱的了 别那么紧张了 哇这个真的很帅 好好看 好好看 来到这边吃一家餐厅 哇他在做面 我点了一个 basil的 你点的这个是 拿个麻辣 哦 有马特色的 哦 对 他们这种马甲穿的也没出来啊 这种 这个马甲 给你看一下这个浓缩的这个泡泡 嗯 哦 非常好吃 你来自中国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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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他这个浓缩啊 是我目前在 喝到这一家里边 酸度相对于来说更糟的一家 咖啡 他们自己炒的咖啡 自己弄豆子 对对对 自己弄豆子 咖啡 看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正常量 我自己在办公室里边也是喝这么多 我OK了 已经 哈哈 他这个吧台 一 二 三 四 四台咖啡机啊 大家拍个照 你看他们已经没有机器了 就随便给你弄一下就好了 可能上午早一点 都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人很多 怎么样 好烫 这么大大就是烫的 那这边的就是一块二 一块二 正常的 这个价值 好吃吗 我拍个照给他 鱼饭 鱼饭吗 不是上午的 也那么好吃 这个豆子有丢丢丢的刺激的味道 还是早上那个我在一起那个最早喝 对 对 我也觉得那个好吃 那家的浓缩是真的好耐口 对啊 然后我看到牛奶打得也很细腻的 跟那个咖啡的喝得很好 我第一次出喝的时候就惊艳了 然后我就会偶尔会吃 还是要把它喝完了 他的这杯给的感觉有点多啊 今天就来逛一逛梵蒂港了 这边全世界最小的国家聚集着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魅力 对不对 哎呀伙伴们 就是这个梵蒂港城啊 我是真的 人太多了 我真的就在里边只待了10分钟 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人太多了 10分钟我就立马出来了 因为在过安检的时候呢 我是带了我的相机的三脚架 和手机的三脚架的 必须要放在门口的一个篮子里边 才可以 然后呢他跟我说 11点他们就可能 可能会把这个篮子给带走 所以说呢 我就在里边就走马观花的 就真的只待了10分钟 我就出来了 最关键是人真的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要看什么 就是去看人 这次出来啊 这次出来啊 拿着我们的这个 叠叠乐的旅行杯 真的 没少蹭这边的水盒 他这个真的接水 还是蛮浪漫的 很多人都会接 罗马的一天一夜之行 就到此结束了 时间很短 但是在这里的体验非常棒 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 能再次来到这个永恒之城 下一期视频我将带领大家感受一下欧洲最大的咖啡展 host 这个聚集着各种好玩的咖啡设备 咖啡厂家的盛大展会 大家期待一下 最后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